紅色轎車 熄火停車 而地點就在素食店得來素車道 站在一旁的駕駛好尷尬 因為自己竟然在車裡睡到 渾然不知 連警察都來了 原來是颱風天想吃素食 沒想到在得來素車道 等著等著 竟然在車裡睡著了 我們發現車子沒有移動 那我們就派人去前面拍窗子叫他 但是拍完之後他是沒有睡醒的 他就沒有起來 沒有起來之後 我們就打電話請警方過來幫忙處理 先生你有這麼累嗎 店員怎麼叫 也叫不醒 只好報警 當時車上這名30歲王姓駕駛 被員警叫醒後 直接被帶回派出所 只見他抓抓後腦勺 深覺自己闖下大禍 原來他不只開車大鬧速食店 還加上酒駕 事後更一度丟掉車鑰匙 強遍自己沒開車 規避行責 關閉得來素 然後就是讓客人在這邊點餐 我們的人員就出來協助幫忙點餐 王姓駕駛在颱風天酒後開車買素食解餓 最後體力不知 還在駕駛座上呼呼大睡 但哪裡不睡偏偏睡在素食店的點餐車道 害得後面客人大排長龍 前進也不是 後退也不是 更讓店家排隊車道 為此停擺一個小時 實在無奈 謝謝彭智銘 美鳥報導 東室